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晚上这个故事的名字啊,我估计好多朋友看完都要笑了,三只王八爬进家,我跟您说啊,这个您别听着搞笑,这真的是发生过的事情,不过后边的故事呢,我还得扭转一下啊,这讲的咱们毕竟是个故事,咱千万不能往心里去了。 这期故事啊,是咱们家一个来自南京的小姐姐提供给咱们的,这小姐姐的名字叫做月清影,她说的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她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她说这会儿啊,我还不记事,所有的事情啊,隐隐约约有个影像,剩下的一些细节呢,全都是听我妈妈后来讲给我的。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大概九八年左右,月清影的一家人呢,这会儿已经住在南京的市区边上,也不能算是郊区,应该算是偏边一点的南京市。 由于爷爷退休之后呢,分了个院子,居住环境比较不错,再加上这院子后边呢,有一条小河,当时啊,爸爸妈妈就搬去跟爷爷那边一块儿住去了。 在爷爷家住的一年夏天,这年夏天呢,忽然有这么一天傍晚,爸爸跟妈妈还有爷爷三个人,在院子里边乘凉说话,说着半句话只看呢,从院门口黑乎乎的进来个东西。 一开始以为不知道是个什么了,仔细过去再一看,我的天都奇了怪了,竟然从对面的小湖城河那儿,爬进来一只王八,而且这只大王八特别的大,王八盖上还顶着个小王八。 一下子,爷爷和爸爸就觉得太奇怪了,啊,这不是送财来了吗?还有这种怪事吗? 马上爷爷就拿家伙把这王八给扣上了,扣上完了,抱起来王八就给放到了后院的一个水池中。 那您是不是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对不对?这甲鱼本来是吉祥的东西,而且呢,甲鱼带着灵气,比方说好多老钓鱼的,还有老在河边玩的人,你要逮个小甲鱼,他可能敢逮,万一要逮上来个大甲鱼,弄不好都得放生了,都怕是这河里的王八经什么的。 再加上这甲鱼又主动跑到家里来,这不天大的好事吗?当时啊,爷爷爸爸还有妈妈,还挺高兴的,甚至晚上几个人还在那说,哎呀,你看看,这都神了啊,咱们家这套好,这野生的甲鱼往家里边自己跑。 实际上他们家的这种想法,你要搁我,我也是这种想法,我估计搁你也是这种想法,这得高兴坏了,可是外媒想到啊, 这甲鱼来了之后,到了也就是第三天左右,这天晚上,他们家就出了怪事了。 出怪事的这天是夜里边十二点多,她妈大概是十二点半左右吧,起床,夜里边上厕所,但是刚从厕所里边出来,搜他一下就看见两个黑影子,一高一矮,一个高的偏瘦一点,矮的那个有点微微微的胖, 而且能看得出来,这高的像是男的,矮的像是女的,从他们家的这个客厅里边,一下子钻到院子去了。 她妈当时没法去厕所了,吓了一跳,呀,进宰了。 结果这一声喊,把她爸和她爷全给喊醒了,醒来之后,她爸她爷马上冲到外边来,四处在院子里边找了一圈,但是没找见任何人。 最终这天晚上的插曲啊,经爷爷和爸爸的定论,应该妈妈是看花眼了,这院子里边没有任何进来人的痕迹。 可是又过了两天,这天晚上可能得是夜里边两点多钟,妈妈又起床,起床完了这回妈妈可就有点惊心了,害怕,因为前两天刚看见两个黑影子,一出门就把客厅的灯给打开了。 打开完了客厅灯,就准备啊,往洗手间那边去,可是还没走两步了,就看见从洗手间里边搜窜出来两个影子,然后这俩影子顺着洗手间小走道最后的一个窗子,蹭蹭,就跳出去了。 这一幕他妈看的可比上次要清楚多了,因为有灯亮啊,虽然照不到深处那个小走道里边,但是灯亮还是有的。 一下子他妈这回就急了,快出来啊,这回真有人! 他妈又是一嗓子,把他爸和他爷又给吵醒了,醒来之后两个男的在屋里边找了半天,还是没找见人影。 当时啊,他母亲特别激动,告他爸说,不行啊,咱要不报个警吧,这不感觉家里是不是进贼了? 由于他们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是他爷爷这种干部小区,这种小区咱们不是吹牛啊,不可能有贼进来,里边都有解放军把守的,你这要进来人了,这不胡说八道吗? 所以他爸就告他妈说啊,哎呀,不可能是贼,你肯定是看错了,你这要是贼的话,这院子里不早给他逮着了。 可是他妈呀,激动的不行,偏要让他爸报警,不过最后,在爷爷的阻拦下,这个警还是没报,因为屋里边你怎么检查,也不像是进来过人的。 结果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过去完了之后,最终三口人定了一下,意思是晚上妈妈再上厕所,千万要叫醒爸爸,让爸爸陪着去。 而且,从这天开始,家里边的客厅灯,晚上就不再关了。 但是,他们家里所防备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踩在点子上,也就是说什么开灯啊,什么爸爸陪着,都是没用的。 后边没隔了大概又这么四五天,结果这天晚上,是真出怪事了。 四五天之后的一天晚上,夜里边三点不到,妈妈又醒了,要去洗手间。 而且这回妈妈把爸爸叫醒了,老姑,老姑,我上厕所,你跟我去。 爸爸当时,爸爸当时醒来迷迷腾腾的,啊,啊,好,啊,我,我,我跟你去。 然后起身跟着妈妈,就奔客厅去了,可是两个人,刚走出客厅去,还没到了厕所了, 就听见厕所这过到尽头,有俩人在说话。 当时说话的主要是一个男的,这男的声音岁数不大,大概二十来岁的样子,声音挺年轻的。 还有就是回答的那个,只说了这么一两句,嗯,是,对,就这种话,是个女的,但是这个女的岁数可挺大的,是个老太太。 可是,这两个人的对话,让他,啊,听完之后,身上是一阵的鸡皮疙瘩。 那我给您学一下,当时他们听见的,这俩人说的到底是什么。 大嫂啊,我那个,咱们出不去了,这怎么办呢,这都憋了多少天了,再不回去可就过了日子了。 是啊,这可怎么弄啊。 哎,大嫂啊,要不,咱们让他们看见咱一下,或者跟他们说一声,这样下期的话,再有两天,咱可回去就麻烦了。 当时的对话就说了这么多,也可以说是只是说到这儿,他爸和他妈听得就炸了毛了,当时是他妈先说的话。 这是,这是谁啊? 可是他爸这会儿瞪着两个大眼珠子,站在原地。 啊,我,我怎么听着这声音,像我妈说话的声音呢? 结果他爸这么一说这句话,他妈害怕了,吓得他妈,啊,啊。 往后可能这么一推,一下碰到旁边的小茶几声,茶几声放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光击一下,这东西给掉到地上。 由于这声响动声,屋里说话的那俩人,顿时间停了声音了。 然后马上他爸就扶着他妈,快速地回了房间。 俩人回到房间之后,他妈心里边腾腾腾地掉,不停地就询问他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说这说话的声音,像是你妈呀。 那朋友们,是不是听到这儿听不明白了? 没事啊,我给您卡顿一下,我给您解释一下他们家的情况。 他们家有奶奶,但是这个奶奶啊,在他妈还没有嫁到他们家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也就是说,他妈没见过婆婆,但是母亲是没见过婆婆,可是他爸可认识自己亲妈呀,一听声音就像自己去世的妈妈。 但是,此时妈妈跟他对话的那个男的,那又是谁呀? 那咱接下来继续言归正传。 他妈刚才问完他爸这句话之后,他爸喘了一口气。 唉,我怎么搅着,这声音这么像我妈呀。 然后咱们家小姐姐他妈继续问, 我也没见过你妈,不是你妈吧,你妈回来干嘛呀这是,还有那男的是谁呀? 小姐姐他爸马上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家里边怎么接二连三的闹着怪事啊。 当时啊,两口子在床头聊了好多,咱就不学了,聊的都是一些就就就就就就家里边这些事儿, 但是两个人是怎么分析,也分析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结果这天晚上啊,两人在屋里足足耗了一个多小时,后边实在他妈妈顶不住了,着急上厕所呀。 然后最后没办法,他爸拿着个棍子,慢慢悠悠的这才陪着他妈走到厕所。 不过再次来到厕所这儿的时候,已经没事儿了,那两个人消失不见了。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分析,分析来分析去,就想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直到了转过天来,两个人得把这事儿跟爷爷说呀,结果跟爷爷说了还没几句了,爷爷就急了。 啊,你说的什么?他管你妈叫什么? 然后小姐姐他爸就再次复苏。 爸,他管我妈叫嫂子? 然后爷爷顿时间两个眼珠子瞪得通圆,瞪了半天,转过头来看着我吧。 唉,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爸不明白 谁啊,爸 你是真傻呀 管你妈叫嫂子? 那还能是谁呀? 这是你叔啊 小姐姐他爸一听这个心里边疼的一声 啊,我叔? 对啊,我是有个叔叔啊 我爸之前跟我说过呀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我还得给您解释 这个小姐姐之前有个二爷 就是他爸的亲叔叔 可是爷爷当兵没多久 人就消失了 那会儿抗日嘛 然后小叔逐渐的也长大了 长大之后就跟着爷爷随军去了 但是没想到 爷爷后来活着给回来了 可是小叔让日本鬼子给打死了 所以爸爸自小没见过自己这叔叔 但是一直听爷爷说过 那么昨天晚上听到的那个声音 这人管这女的叫嫂子 那这会儿基本上确定了 那指定那个女的就是爷爷的媳妇 小姐姐他爸他妈 那管他叫嫂子 唯独就这么一个人 那就是他叔 所以马上接下来 小姐姐他爸就问爷爷 妈呀 那要这么说 我妈跟我叔回来看咱来了 爷爷马上听完点头 然后忽然间 这会儿小姐姐他妈在边上说话了 呀 我想起来了 他们昨天还说了一句 说他们在水缸里边 我明白了 爸呀 你说 这两个王八不会就是一个是我婆婆 另一个是叔叔 妈妈这句话也说 顿时间提醒了他们爷俩 爷爷一下子眼睛又瞪得流圆 哎呦 还真有可能啊 我说这带好好咱家 爬进对儿王八来呢 然后马上啊 这事情确定了之后 立马爷爷爸爸 还有妈妈三个人 奔着后院那水缸就去了 到那之后啊 只见这两只王八正在慢慢的往上游 两个眼睛瞪得流圆 看着他们呢 马顿时间呢 爷爷从边上拿起来个抄网 没两下把这两只王八就抄起来了 抄起完门之后 拿着抄网奔着河边就去了 到了河边上啊 慢悠悠的把这俩王八放在了草地上 可是没想到 这俩王八竟然探出头来 回头看了看他们 然后又慢慢的溜到河里去了 到了河里边之后 妈妈给咱们小姐姐说 说这对甲鱼啊 是一步三回头 往前游两下 回头看看我们 又往前游两下 回头看看我们 我和你爸还有你爷 当时在河边上对着河里的王八招手 我们当时心里还在琢磨 这要是让旁边的邻居看到了 怎么跟人家说呀 人家不得觉得这一家人是不是疯了呀 后来小姐姐的妈妈 跟他爸说过这事 问他爸 那天啊 从旁边有人路过 看了咱半天 都是这里的邻居 以后人家要问起咱来 咱怎么说呀 当时小姐姐的爸爸听完之后 也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后边还好 这些看热闹 看见他们的邻居 没问过他们 所以这件事啊 在他们家基本上是很少对外跟人家说的 直到小姐姐长大了 有这么一次说闲话 他妈妈才讲给他的 晚上好朋友们 网上去传说 有一个江西的雪樱桃事件 说实话 这事我还真没研究过 但是呢 我一看他们传的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这故事一开始特别吸引人 可是看着看着到后边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就是我感觉这个故事啊 就是怎么着 它就是像是胡编烂造的 有点像是那种小孩瞎写的 尤其是中后段部分 写的东西是极为不靠谱 所以呢 我当时呢 也不叫矫情 我就抬杠了两句 我说这个故事没什么可讲的吧 这个有点像像傻了吧唧的那种小恐怖故事 然后呢 没想到 我这话在群里边说完 群里边的小伙伴们倒没说什么 好多朋友跟我是一致的看法 结果忽然间 有一个江西的小哥哥跟我私聊 他说 海哥 这个红樱桃事件呢 是好多年前发生在我们江西的 而且我们江西有真正的本地版本 但是后来不知道是谁 给传到网上去 可是传到网上之后呢 他搅着本地版本 不是说这么吓人 他就给添油加醋 但是添油加醋的这个人呢 能力不行 加的是胡说八道 但是当时那个网络呀 很少有人写这些东西 结果把这故事还就给写火了 所以他直到现在 他说网上的这个雪樱桃的版本 他说那写的是简直不堪入目 可是我听完了之后 我马上我就说了 那哥们 我说你别在这叨鼓了 你赶快把你们那个 那个什么所谓的 本地江西版本的雪樱桃 你讲给我 我马上去做节目 然后后辈 这不咱们这故事就这么来了 那得了 那咱就不白乎了 我马上就给大家讲 这位叫 我就要支持阿根廷的这位朋友 他给咱说的这个江西的雪樱桃事件 那这咱说起江西的樱桃 我得给大家解释解释 江西本来是产樱桃的 但是产的是那种小个的野生樱桃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 江西人就有采摘樱桃的习惯 但是江西产的那个樱桃啊 它不是您理解的那种 这种樱桃呢 它没有像山东啊 或者是也不哪 我不知道啊 产的那种樱桃这么红这么大 而且没有这么甜 可是呢 它酸甜可口 也很好吃 但是呢 它这个樱桃不能算得上是一个商品 没有说是把江西的樱桃 卖到全国各地的 没到这个地步 但由于人家那儿的当地的这个水土 再加上气候 特别适合种植这个 再加上啊 咱们中国这养殖啊 就是什么啊 种植农业的科技发展 等到了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江西那边有好多村子 就特别流行 种这种樱桃 而且呢 再加上人家天时地利人和 江西种出来的樱桃啊 的确它不见得有山东的大 但是它比山东的要精华 并且据说呢 现在江西这边都能种出来那种南美的车梨子来的 那么明显呢 这些一切都得是靠着咱们人类的科学家 还有老天爷 给的江西这种得天独猴的气候 才能把这些啊 好吃的水果给种出来 不过我为什么给您扯这个呢 因为这故事发生在好多年前 故事发生在九八年的时候 那时候啊 已经啊 有极为少量的人 在江西开始研究 怎么种这种又大又漂亮的樱桃 但是 这东西绝对在当时 不能算是普及的 也就是说 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江西人本地人的认知中 我们本地产的这个樱桃 又小又酸 嗯 虽然可口 但没有这么大个 那么一旦有人在街上 看见有人卖那种 就是像现代的这种 这么大个的大红樱桃 那指定在当年的时候 本地的江西人 得觉着特别好奇了 哎 这就是咱们故事的引子 所以说您得把这些听明白了 要不然后边的故事 咱听不见去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故事了 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九八年年底 年底的时候有这么一天 这天呢 江西某市 有这么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在家里待好好的 然后呢 BB机就响了 响完之后 小伙子立马拿起电话 给这BB机回的电话 结果对面呢 跟他说 干什么了 出来完了 我们在你家前面不远的地方 大排档吃东西了 来过来过来过来 结果这小伙子一听 他们说的这个 所谓吃大排档的地劲 距离他们家还真不远 再加上呢 又是他几个好哥们 所以在电话里边就答应了 于是呢 就收拾了东西 这天是于八点多钟 出他家门 奔着小伙伴等着他的大排档 就去了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哥几个 在大排档是一通的喝 可能喝到了夜里边得有一点多钟 才结的账 离开的大排档 但是由于啊 喝完时间太晚了 再加上这小伙子家里边有两三套房子 人家是独居 所以哥们们就决定 今儿就不回去了 要不然就去他们家住 因为他们家距离呢 吃饭在这儿走路 也就是个十多分钟 所以呢 四个小伙伴就一块准备走路回他们家 可是走着走着 几个人呢 半醉的状态下 就发现啊 老远处有个大灯杆 这灯杆下边坐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从远处 您看不出来她在干嘛 所以他们一开始没注意 但赶等走到这老太太边上的时候 当时就有个小伙伴说了 哎 你们看那个 那阿婆 阿婆篮子里卖的那个樱头 好大好红啊 结果呢 由于他们也是喝了酒 口也渴 马上就一块走到那阿婆边上 去看那阿婆篮子里的樱头 然后果不其然 这小伙子一瞧 阿婆卖的这樱头 我的妈又没见过 怎么这么大这么红呢 所以当时自己还说 哎 这樱头怎么这么大呀 这是樱头吗 然后旁边的人还有人给他解释 说这是咱们这儿的新品种 现在周围有一些个别的农村 专门种这种樱头 结果这一下子就引起了他们剩下几个人的好奇心 当时这小伙子直接就问这老太太 阿婆 你这樱头多钱一斤啊 可这话问完了之后 阿婆本来从头到尾就没抬过头 没搭理过他们 但是现在跟阿婆主动说话了 要买的樱头 可是这阿婆还是不理 一直低着个头提着个篮子 坐在这灯杆下边 那咱们这小伙一看 你这卖樱头大晚上的你又不卖 在这干嘛了 再加上这阿婆不理的 所以说多少有点上头 结果呢就有点凶的 又问这阿婆 哎你这老人家怎么没礼貌呢 卖不卖樱桃啊 多少钱一斤呢 我们买樱桃啊 这已经是第二三次跟阿婆说话了 但是阿婆还是不理 这几个小伙子就觉得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然后结果呢 中间停顿了可能得有五六秒钟 然后这阿婆这才慢慢的抬起头来 当时这阿婆的头一抬起来 把这几个小伙子吓了一跳 因为这阿婆的脸呢 特别的白 按照这小伙子说呀 就感觉阿婆像是得了白颠峰似的 要是按照当时的想法啊 他们想扭头就走了 不买这樱桃 可是这会儿阿婆已经抬头了 显然要跟他们说话 所以他们还是坚持着听 阿婆到底回答他们什么 可是没想到 这阿婆却告诉他们说 你们几个吃不了我这樱桃 这樱桃不是卖给你们的 你们呢 走吧 哎哟 当时阿婆说完这话 这小伙子给误会了 理解成为阿婆的意思是 我这樱桃很贵 你们没钱 结果他们几个人呢 脑子当时想的就是 这么大碗上的你个破卖樱桃的 你还瞧不起我们 所以这小伙子马上就问这阿婆 啊 你这樱桃能有多少钱呢 我们买不起你的樱桃吗 多少钱一斤呢 我要买啊 可是这话说完 这阿婆又沉了几秒钟 告诉他们说 哼 你们时候还没到 太年轻 吃不了这樱桃 快走吧 这阿婆说完的这第二句话的时候 其中啊 这几个人里边有这么一个 就扎不出来味了 就搅着不对劲 然后仔细就打量这阿婆 然后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了 这哥们立马就在边上 拽其中剩下几个人的衣服 而且一边拽着一边说 走走走走 快走 走走走 回你家回你家 走了 然后另外的几个人不明白 可是这个人的反应特别强烈 所以当时没招 就没再理这阿婆 然后几个人就离开了 可是离开之后 剩下的人得问他呀 你干嘛呀 忽然间呢 但是这人没说什么 只是告诉这几个人 别回头 别再看那老太太 咱赶快走 由于这小伙一边说着 一边加快了脚步 剩下的人也弄得紧张起来了 所以几个人就奔着前面 左转的路 跑走了 赶等跑到安全的地界 剩下的几个人才再次问他 怎么回事啊 你看见什么了 你忽然间赖着我们走 结果这人告他们说 你们刚才没有看到吗 那阿婆脚底下没有影子 我奶奶说过 没有影子的是鬼 咱们看到鬼了 而且你看到她那红樱桃了吗 她那樱桃里边湿湿的 我感觉她的樱桃 像是用血染的 我的妈呀 我喊你们你们还不理我 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 这人这么一说 当时的人一听 大家伙立马就开始 回忆刚才的画面 可是接下来 其中一个小伙伴一打岔 把这人说的话 就完全给扭曲了 当时这人说 啊我操 你看鬼片看多了吧 你疯了吧 这四季上哪里有鬼呀 你想多了吧 哈哈 走咱们再回去看看他去 他要真的是鬼 我和他谈谈 然后这人这么一说 这么一打仗 一下子把当时的气氛就给弄乱了 剩下的几个人呢 也开始哄笑起来 都觉得他是多余的 但是说心里话 他们并没有转头再去看见阿婆 因为呀表面上这几个闹腾的人 你看着他显着自己不胖 但实际上心里边还是颤忧 所以接下来几个人慢悠悠的就回家了 然后这天发生的这个小插曲 就这么摆在这儿 等转过天来呀 一觉醒来 小个儿几个就把这事都给忘了 可是转过天来醒来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钟了 其中两个人先醒的 睁开眼之后 就在客厅里边打开了电视机 开始收拾东西 两个人其中一个呀 拿着牙刷子 一边刷着牙 一边坐在小伙伴家里的沙发上 在那看着电视 迷迷腾腾的 另外一个呢 在厕所那边正在洗着 结果这电视看了还没一分钟 这人忽然间就对着电视尖叫 我的妈呀 咱们咱们咱们看见鬼了 由于他当时喊的声音特别大 多人时间 把在场啊 睡觉的那两个 还有厕所的那一个 都给惊着了 接下来 几个人都迷迷腾腾的就过来了 你干什么呀 你喊什么呀 怎么了 可是这时候 这小子张着大嘴指电视 你们 你们快瞧 然后在场的人呢 一看着电视上 正演着五件新闻 可是这五件新闻上 演的这个内容 是一个记者 正站在一个路口那儿 进行现场的采访 虽说当时采访的是一个警察 警察在面对记者说话 可是警察侧边的背景 看得是非常清楚 当时的背景啊 有个老太太躺在地上 这老太太身上盖着白布 那脑袋顶子上露出来一块 能看见老太太花白的头发 还有就是老太太的脚也露着 很明显 这老太太已经因为车祸 去世了 但是在老太太的身旁 放着一个篮子 那篮子是拿那种草边的 一道绿花 一道普通的甘草花 这么编程的一个菜篮 而且这菜篮边上散落满了一地的红樱桃 然后他们刚看到这一幕 已经吓得够呛了 结果这时候正在被采访的警察 说说 那个这辆汽车的行驶时速呢 大概有七十公里左右 直接就冲上旁边的人群了 可是人群都躲开了 但是这卖樱桃的老太太没有躲开呀 哎呀 呼吁所有市民呢 千万不要在街边摆这种摊位 而且这汽车冲过来了 老太太还在顾着她那一拦着樱桃 这不一下子麻烦了吗 老太太没了命了 可当警察同志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们旁边的小伙伴就有人站出来打断了 哎 这老人家是不是昨天咱们看到那个卖樱桃的 这路口不就是你家前边那个路口吗 可是这人刚说完 旁边打开电视机 发现这新闻的那个人 立马打断这人说 喂 你别闹了 一看一下这新闻的日记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这是 这是三天前的新闻啊 结果这个人的话一说完 在场的人全部瞄上电视机 然后一看呢 原来现在是新闻重播时间 这新闻不是新新闻 这是三天前录制的新闻 那么也就是说 昨天晚上他们看见那老太太 再加上老太太跟他们说的话 他们顿时就明白了 当时这小伙子们身上是一阵一阵的过冷汗 不过隔了几秒钟 其中一个脚胆大的他说 你们也别怕了 我觉得 这阿婆不坏啊 你看昨天晚上咱们找他买樱桃 他说咱们还年轻 时候没到 他不卖给咱们樱桃 那证明他不想害咱们呢 那么如果昨天晚上 要是那种时辰到的人找他买樱桃 那是不是就会出事啊 结果这个人说的看法 旁边的几个人都非常的同意 但是虽然他们逃过了一劫 可是这几个人呢 这件事发生完之后 从这开始 二十多天晚上不敢出门 尤其是就是住在这门口那个小伙伴 打这开始出了小区门 不敢往左手走 因为每次走到左手边上 尤其一路过那个路灯 他就老脚着有个老太太 坐在路灯下边 好了朋友们 今儿的故事说完了 这个故事说的版本呢 其实和网上传的江西红鹰 鹰桃事件呢 有很大的差距 那江西红鹰桃说的什么 低血的鹰桃给吃了 那不真实 你说谁吃湿不糊糊 上面带着血的鹰桃 而且我看他写的还说什么 吃了一个没砸不出味来 吃了两个才砸不出来 有血味 这有点太不合逻辑了 我觉得咱听友说的这个 这非常合逻辑 但是呢 不能因为它合逻辑 咱就真往心里边去 这也是绝对不存在的 因为这世界上没有鬼 这就是民间 以鹅传鹅 传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兴许啊 这可能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 撞死过这么一个老太太 但是后边这个故事 应该就都是咱们老百姓 乱说的了 所以希望您呢 每天抱着一个正常心态 来收听节目 但是咱绝不能往心里去了 那好了啊 记录山边灵异 讲述世间奇叹 今天晚上的节目 咱们就到这了 明天的节目更加精彩